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流行做一些大事回顾 这一集的正程我们都会和大家总结一下 13年在立法会里面发生过什么大事 其实立法会在香港都有了很多年 但不少事其实到今年才是第一次经历 最触目的就是首次邀请中联办官员吴彦 主任张晓明的号召力比行政长官梁振英更加强 中日高夫要反西环的泛民议员 都在席间和官员又讲又笑 不过这个小阳春并不持久 随着电视发牌事件又再次走入闫东 双方再次走在一起的画面 短期内未必可以再看到 要数最破天荒的就要讲这个弹劾动议 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山顶大集潜见风波 就是蔓延到今年 泛民在年初的时候 首次引用基本法第73条就是动议弹劾 虽然最终在建制派反对之后 全部的动议都是被否决 但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 梁振英脱身之后 就到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卷入团地风波 那些不信任动议 以及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去调查的争议 又再次出现在议事堂里面 面对着议员经常针对梁班子的批评 也不断要求班子下台的声音 作为领班的梁振英 当然不会一味捱打 偶尔中也有挽击 有一次更加刺激了主席曾玉成的神经 民意调查对立法会议员民望的支持度都不高 但我也不会要求立法会议员因为这样去辞职 所有立法会议员都是市民选入去的 包括在分区直选的 还有在功能组别选入去的 如果立法会议员的确是符合不到市民的期望 令市民对他们失了信心或不满意的话 我们下一届选举 市民也会用选票来表示 这是我们的制度 至于对政府官员的期望 当然对议员不同 梁振英要打击的 并不止是反对派 年尾更加下令各司局长不可以出席自由党的周年晚宴 被认为就是要惩罚经常批评梁振英的党魁田北俊 曾玉成就是用黎明前的黑暗 你都形容现在的行政立法关系 其实看回2014年 还有很多争议性的议题都要提交去立法会 包括堆填区、政改等等 如果梁振英最终仍然是选择树敌多个交朋友 看法施政在新的一年会更加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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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